每周六听工商时报市场观测站 掌握国际财经趋势 各位听众 观众大家好 我是工商时报陈碧芬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八月初全球市场重挫 大家看得惊心胆跳 中国股市实际上连跌三连 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的来宾 汇丰投信资深副总裁蒋志安 来跟大家聊一下 为什么这个市场我们现在需要看它 我们欢迎Peter 碧芬姐好 各位线上的听众与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Peter 那今天很开心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在这么艰困的时候 那我们为何要重新来回头 关注中国股市的一个投资 谢谢Peter 这个这时候真的是人心惶惶 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进场 还是应该退场 Peter请问一下 就是说全球大修正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这个时候要去看中国 因为它已经连跌三年了 既然已经跌了 我们不需要看它吗 那我们也可以反而过来看说 它安全吗 是不是这个角度 好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现在我们值得回头 关注这个议题 第一个因为近期全球股市震荡 它来自了一些政策的不确定性 那反过来中国股市已经连续下跌了三年 那这在全球市场是很少见的 上一次我们看到股市连跌三年 已经回到了2000年美国科技泡沫 然后2000年到2002年的安隆案 美国才有连跌三年的记录 但也没有连跌四年 那上一次股市连跌到四年 已经要到1930年代 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 才有路德连四年下跌的一个机会 所以如果以过去三年中国大陆都是下跌来说 目前中国股市还是平盘的情况之下 或许中国大陆在这么震荡的环境之下 值得投资人多加留意 对 其实我也觉得 Peter你在跟我们提醒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在想说我们这一集到底要聊什么时候 你那时候我其实真的在想说 如果我们对中国大陆 我们在投资上面是 我是说我们的设厂或是厂商 对这个市场是撤退 可是大家说了吧 钱其实是没有颜色 大家也不用在那边看说 我是要认同谁 而事实上我们要看到的是说 全球法人他对于市场的配置 这当中我们知道 他其实如果今天是一笔钱 他事实上是要做分散 那我们也看到美股 亚股 就是中国大陆以外的亚股 这么大的震荡 就是一下跌个10% 一下涨个10% 那他总是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是 没有错 所以其实我们就法人资金来看 他喜欢的是稳健 而不是大涨大跌 那刚刚谈到就说 第一个除了评价面便宜以外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点 外资对中国的股市是由卖转买 我们看一下23年的下半年 外资对中国的股市卖超了250亿美元 但是今年的上半年 外资对中国买回了130亿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虽然在 我相信在投资人来说 对中国到投资一定是非常的冷 可是我们看到是上半年外资 其实已经默默的在布局 正在加码买回中国的一个股票 对 事实上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Peter你说这个叫做平价面便宜 那我知道那个投心圈有一句话 叫做便宜治百病 那那个当那个股市大跌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吗 就是8月初的时候 我们因为我们在奥运得奖 然后我们就说得奖的得金牌 然后说所有的网路上都说 今天股市打折打九折 所以这就是便宜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治百病 然后很多人就 我可以真的趁这个时间点多买一些 那可是我们回来中国 我们要非常严肃的说 没有任何一个市场 可以一下一直连跌三年 这个情况对大部分的法人 就像Peter你们的基金也是这样 你们会觉得说 到第四年这个情况的时候 其实就要知道 他会有一个机会点上去 所以你们也不会一下子就转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中国的一个看法还是这样 就是说第一个 已经连跌三年了 那今年我们要找一个机会点 好那今年2024年有一个 跟其他人很不一样 就是他有一个十年一遇的 这一个国九条 这个国九条是每十年才颁布一次 那第一次颁布是2004 第二次是2014 那这个国九条已经在今年四月颁布了 所以我相信在国九条四月中旬颁布之后 会带给国际投资人 以及A股的投资人会有更多的信息 好所以这个我们就要做一点小小知识 这个国九条是对整个资本市场是有帮助的 是的 那我们也可以再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谈到这个国九条 3.0的一个想法 那他这一次的国九条 他主要的一个内容都是在强化所谓的资本市场 就是股票上市 那第一个他要加强 而且更严格的去审查一个公司上市的一个标准 所以上市的标准提高了 第二个 体质不好的公司下市 那第三个要保护投资人 所以总的来说 我们会把国九条3.0叫做一个 简单的说就是致力于提升股东报酬 这是我们对国九条的一个想法 那么从过去两次的经验来看 我们刚谈到这是十年一遇的国九条 那么在2004年那一次颁布的时候 当时上海综合指数大概是在1950点左右 那之后大概在一到两年的期间 那上升到了超过6000点 那当然这个是当时金砖四国非常好的一个时空背景 如果我们持续来到2014年 因为金砖四国热潮也已经过了 那中国大陆那一年的国九条 上海综合指数从211点也上升了到了超过5000点 那么所以搭配这样的一个时空环境 包含就是说海星连叠三年 又第四年遇上十年一遇的国九条 所以我觉得投资人可以在这个时间点 重新拉回对中国A股的一个关注 对 其实Pierre你在讲这个连叠三年的时候 我其实要跟大家 跟我们的听众聊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认为这三年 整个中国官方不会没做事 事实上大家都看到 我们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是非常关注 毕竟它也是全球三大市场之一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这连叠三年只是股市 因为整个中国内户经济在调整 所以整个中国经济 他们做了非常多的改革 所以如果大家去看一下 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政策 大家可以理解 可是大家都会 比较会去关注到 比较负面的什么房地产啊什么 事实上我们看到非常多 他们在制造业上面的改变 他们在技术上面的自我提升 所以这连叠三年 事实上可以说他们在修身养性 对不对 我觉得这样说是非常公平的一个说法 为什么 因为过去三年 中国大陆面临到的一个产业变革 是在于它产业结构的改变 它从传统的这种代工制造的一个工业1.0 它想要直接跳到工业3.0 那它直接从这种高污染 然后的制造 它直接想转什么 电动车 无人驾驶 然后机器人 所以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跳跃 因为它把中间的2.0审阅掉了 那跳跃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一些痛苦 产业结构 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说 为什么大盘不好 因为大盘的全职股 都是一些传统的金融业啊 传统的工业的股票为主 那么新兴的这些科技 它都是中小型的股票 所以这也反映到就是说 过去三年大盘 你会看到是持续的在下跌 可是其实它主要扶植的 这些新兴科技的产业 它还是有一些不错的表现 还是如果这样说的话 我也观察到就是说 当那个整个日本银行 就是日本的央行 它在升息的时候 日盈就暴升嘛 对不对 那我们去看这个整个雅股里面 人民币是跟着 跟得很紧 它也是升 那之前其实 我们看到入股 它是在跌的时候 中国基金在亏的 因为真的很蛮多听众跟我说 它的中国基金亏了三四成 那可是你相对起来 你看人民币那时候也都是扁的 所以你与其这样 好玩的地方在后面 Peter 他们就算是亏了三四成 他还在定期定额 他就用一个比较便宜的人民币 继续持续的再买 所以我也很好奇 为什么他不卖掉 为什么投资人亏三四成 还不卖掉 那我觉得这从行为财务学上 谈到一个点 叫做出盈保亏 投资人常常会把账上部位 可能赚10% 15% 20% 他就会卖掉 跌呢 他就会舍不得卖 就会持续的 握在手上 那当然我也认同一个定期定额 其实在长期投资来说都是好的 特别是在下跌的波段 如果我们持续的定期定额投入 不断的累积单位数 一旦他有一个明显的上涨 其实我们就可以在股票上涨的时候 获得一个相对丰厚的报酬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卖或不卖 或不卖定期定的 我觉得如果有逢低去摊平加码 对于回复到本金以上 都会是比较快的 那最辛苦的是跌四层 然后不买也不卖 放着等回来 这种是会最辛苦的 理解 好那如果这样说好了 现在八月已经大修正了 然后他也没有跌 我们真的看到就是一个平盘的概念 那其实中国也蛮多老师 就是股社老师也都在讲 因为很多中国股民也说 他们的基金自己要不要动 或什么之类 在这个时间点 Peter你觉得是一个好好 因为我们今天既然谈的 节目上谈的这件事 我们也很想知道 是不是就是一个好的 进场的实际点 好所以刚刚谈到说 现在是不是一个 最好的进场实际点 但我觉得这个很难去说 现在已经是最好 但是回到刚刚讲的 就是说我们大时空背景 是第一个 中国股市连跌三年 那么前次看到连跌四年 已经是将近一百年前的 这个美国经济大小条 1930年代 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今年或许有机会 或许有机会 那么再来刚刚谈到 今年又正逢十年一遇的 国九条 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背景的 交互的一个串联 或者说交互的利多之下 我觉得投资人可以 持续的回头去观察 你手上的中国基金 如果亏损三四成 那我是说 对比较 目前感到比较辛苦 或许现在可以重回 定期定额的一个行列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理解 所以如果 那我们说 如果我们看中国 这个国九条 它要拿出来 这个去让市场更好 它一定会有一个背景 就是它的总体经济的条件 那我们也看到 IMF它在最近 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它把第三季的时候 就去调升这个美 中国也不能算调升 它至少设定 就是有一点上升 一点中国的经济的成长 GDP 今年大概百分之五 那大家想说 那中国是一个新市场 你百分之五 好像不是太高 对没有错 可是它也没有太低 我意思说 它不是一个二或三 或是零点一的一个概念 像我们看欧盟 它的GDP年征 大概零点一 就是拍拍手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 中国我相信官方 它也看得到 这个整个经济的条件 其实在改善 因为所有的 刚刚回到刚刚那句话 修身养性 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如果这样来说 法人这样慢慢进来 也是一个重要的 他们也相信说 我总是要有一些 分散市场的一些能力 然后去做一些调整 那好 现在回头来看 Pirit 我有发现 有一些基金 他们在市场非常低的时候 它并没有很差 还是有一些中国基金 它其实没有很差 所以这个时候 您觉得我们回头看 你看得出来它的问题 它是怎么样去操作 好 所以刚刚谈到的 中国的相关基金 大部分过去几年 都付20到付30 不等 那当然也有一些操作 比较好的基金 它只要能够平盘 那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那这边就我观察 就如同我刚刚谈到的 中国在做一个产业的变革 那如果我们照着指数去操作 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是 中国最大的权子 就是金融股 那我们也知道 中国的地产的问题 从过去三四年 一路延绍至近 那中国地产的问题 它有很多大型地产商 都倒闭了 那这个地产的倒闭 会影响金融股票 股价表现不好 但反过来 我们找到了什么机会 就是说 刚刚谈到中国产业改革 它有一些重点扶植的 新兴产业 我举一个例子 像宁德时代 它是做锂电池的一个公司 那它是全球 这个锂电池 最大的一个龙头企业 包含特斯拉到中国设厂 它用的电池 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所以中国的一个产业变化 或变革 它有一些重点的扶植产业 这些可能都是中小型股 或者是新兴的概念股 但如果我们投资把 不要去过度关注大盘的指数 我们去选股不选市 找一些新兴的题材 我觉得在中国的投资上 还是会有点机会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看中国大陆 这个中国基金的 就基金经理人 在看中国市场的时候 他的投资策略很明显 是一个选 不是选市 是选标的 对不对 所以这就跟大家讲 如果我们知道 有买很多ETF 都是看大盘 所以大盘不好 你就ETF就是打九折 打八折在卖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 这个理解就是 我们跟着中国大陆的 整个新兴产业 跟它的产业结构的变化 然后基金经理人也理解说 我现在看到的 比如我们都很理解 电动车这件事情 虽然大家都不太想知道说 电动车 中国电动车什么时候来台湾 可是我相信这个 因为它的产业结构里面 最需要的当然是电池 所以您提到这样的一个 一家公司 它是一个新兴的市场 出现的一个标的 这时候你们就不会觉得 我只是要去用大盘的指数 或是用大型股 它当然就不太好 这就是你们的投资策略 所以我们就会去 倾向一些中小型 但是是主要重点政策的 一些企业 这会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区块 好 理解 所以如果这样来说 接下来如果真的 就是大家已经被 云霄飞车吓死了 我真的想要找一个 安静安全的地方 那中国大陆的接下来 我想要把我的入股 加一些些的话 我要观察什么 然后什么时候进去 好 那我觉得 对入股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回到刚刚谈到的 今年的整个背景 都是相对优异的 就是刚谈到的 无论是连跌三年后过就掉 那当然近期的一个市场 中国股市也跟全球大盘 一起的修正 但是它修正的幅度 并没有全球股市这么多 所以刚刚引用刚毕分解的一句话 叫做偏移自白拼 所以这一波什么跌最多 涨最多的跌最多 那反过来这一波没什么涨的 像中国大陆 它其实我们看上个礼拜的跌势 也是相对非常有限 好 所以如果以现在投资人 如果你很担心一个股市震荡会越来越大 会加剧 那么或许中国股市 这就要听起来或许有点奇怪 但是中国股市可能是一个波动度相对低的一个选择 对 就是所以我们就是说 这个时间点在谈中国 我们其实就有点担心说 大家会说 就是找一个什么 其实我们真的要跟大家讲 其实法人已经在做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配置 对 我们应该要从这个角度来说 当然有些中国的股市老师会说 你不要以为外资现在就进来 你不要用这一点来决定你自己的进场的时间点 我觉得你也会觉得说 我跟着外资走其实就对 其实外资无时无刻都在买中国 我也可以这样说 对不对 所以他也在某一个时间点他会自己去做调节 只是我们要跟大家讲 我们的节目一直跟大家说 我们希望是一个稳健 让大家一个资产配置是一个安全的 那如果你也看到 账多的跌得这么重 那你现在真的要重新思考 为什么你们会成为我们很好的听众 就是因为你们知道 我们要告诉大家安全比较稳健的地方 那刚好搭配整个中国大陆的 整个经济的转型 他也差不多两三年来都一直在做 那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新质化生产力 这几个字我真的觉得很关键 就是您刚刚说的 从这个工业1.0直接跳到3.0 所以我们会看到人型机器人 我们其实我们可能会讨论什么 什么红色供应链 事实上他们在做产品品质的强化这件事情上 是有目共睹的 没错 所以我们可以最后再回来看一下 看这张图 一些中国股市 刚好今天这个机会很好 我们可以重新来回顾一下 如果下半年我们回头要看中国股市 为什么现在是好事迹 那第一个就是刚刚谈到的 评价面 便宜 已经连叠三年了 OK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政策面支持 十年一遇的国九条 那刚也谈到过去两次国九条后 股市的表现 第三 其实外资在去年大卖之后 今年上半年已经偷偷的回布 那这也反映到刚刚谈到的 股市上涨 那会市也上涨 因为外资近 当然汇率就会涨 所以这个汇率涨跌 跟外资都是一步一去的 所以我觉得以上这三点 就是可以去总结一下 就是说 为何是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去回头 这个检视 是投资中国A股的好时机 对 所以就是跟大家做一个 我们市场观测到的一个 最近我们认为是安全的一个角度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 可以理解说 整个市场到底怎么样去分散这个风险 那这分散风险当中 我们也跟大家说了 其实全世界的资金 事实上是只有一笔 很多人就会说 不是到这个账最多的 就是到跌最多 这个就是有时候人家会告诉你 这是一个悄悄板 可是当大家都在这个panic 大家都觉得这个账跌太头痛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 其实有一些人已经把钱放在一些安全的地方 那我们看最明显事实上也是中国大陆的这个部分 因为它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八月初的这个整个大震荡当中 它是一个震荡相对少的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要说 这个时候选标的是重要的 对不对 虽然我们跟大家讲中国的市场 可是不是告诉大家去买大盘 对不对 因为大盘如果照我们刚刚说的话 它不会那么快就上来 那可是它就是一个 没有机会再下去了吧 Peter 我认为它是这样子 下档风险有限 对 就是用Peter他们的专业说法 就是下档风险有限 那大家也可以知道 其实像Peter他们 你们基金经理人是不能买 不能买任何的股票 我们自己都不能买 对 大家都要相信这件事 这是监管很严的 所以不要以我们节目的基金经理人 都要跟你讲之后 他回家就买了 还是他先买了 就跟大家说 不是 事实上我们是看总体经济 跟整个制度面的改善 然后让大家理解 中国大陆现在 它事实上就是因为它的外源 就是大家外源对它已经在断 它要自己强壮起来 这件事情对市场是重要的 对 没错 刚刚谈到的外源在断 就是外资在撤退 那它变得要自立自强 所以这个过程 就是过去三年 连叠三年 然后产业结构改革的变化 走到今天的这个地步 对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理解 之前外资撤 真的是某一些政治因素 或其他各式各样的条件不符合 那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它在做一个改革 然后我们也看到中国有很多的关键字出来 比如新赛道 Peter跟大家说这个离电磁 或是我们看到这个人心机器人 这以后我们看到也不要担心说 它就是made in China 就会是一个品质不好 这是他们自己想要改变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说更重要 股市或是我买基金 重要的是看市场 是不是这个我们所有上市贵公司 它的对股东是有帮助的 这件事情重要 就是Peter提到十年一遇的国九条 对 这个国九条部分 大家也可以 我们会帮大家做一个连结 可以大家多理解 它的目的就是要增加我们的股东报酬率 所以这个时候 它是在今年上半年四月的时候祭出 所以这个市场的消化 会在这个时候下半年开始 所以这也是今天跟Peter来 跟大家聊这个中国基金 我们冒着很大的风险 要告诉大家 所以因为真的整个市场大震荡的时候 我们就是安静下来 安静下来来看一下 到底哪一些是我们值得去深入学习的 Peter 最后我们要跟大家多提醒哪一个部分 最后再提醒一下 在中国股市的表现 其实过去三年 或许投资人对中国股市感到有一点挫折 那我觉得这些跌升 就是跌升或是它便宜 可能就是目前最好的一个投资机会 所以如果你现在是空手的投资人 现在真的是回头减市的一个好机会 那如果你账上已经是-30或-40 过去几年都没有动 想说放着会不会它会回来 其实放着回来是最慢的 那如果经济能力允许的话 适当的定期定额 再有等到股市反弹 它回到水平面以上速度会更快 理解 谢谢Peter给大家最后的建议 那我们今天基本上是聊到这个地方 我们希望大家下个礼拜 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非常谢谢Peter 今天花一些些的时间 让大家一个比较安静 大家喘口气的一个新的角度 新的题目 我们一起跟听众谢谢 再见了 好 拜拜 拜拜